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合作班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貝馬安教育學院 New Shoot的錦囊妙季 第十二季 上一季我們大家有提到一部分 就是對於我們房土軟體跟New Shoot的關係 其實先前的前幾季我們有提到說 New Shoot會不會跟上漏索病毒的部分 其實有稍微提到這一點觀念 不過第十二季還是在講一下 其實這部分在原廠上面有說明 說明說New Shoot是否可以替代掉 目前使用的房土軟體 我們還是在這一季稍微來講解一下 畢竟上一次有沒有說到 New Shoot是否可以替代我們的房土軟體 首先我們要知道 房土軟體到底是防什麼部分 對 雖然說在勒索病毒的部分 在我們的房土軟體 它不知道的狀況下 在位置狀況下是毫無防護的 但是它其實透過病毒 透過掃描引擎 它可以做到說 它可以防護到其他的部分 所以它不單單是防護我們的勒索病毒 那回到我們勒索病毒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說 爐東畫面 我們透過掃描引擎跟房土軟體 就可以做一個好的保護 當然惡意威脅有所謂的木馬 有所謂的蠱蟲等等的 我們拋開這部話題 回到我們的勒索病毒的議題 在勒索病毒它其實變成非常快速 所以通常方的問題 大家都覺得沒有什麼效用 因為我不認得 所以沒辦法 但我們New Shoot剛好可以保護這一點 因為我們可以去做還原 去做還原的部分 在這部分我們中了熱索病毒之後 我們就可以New Shoot去把檔案還原回來 這是沒錯的 所以就有人開始會問說 那這樣的狀況是不是 就不需要防護軟體了 我們來談論一下 其實這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 雖然我們有一個回復的動作 但是其實我們沒有把病毒清掉 第一,我們的確可以做到Antiwiper 或者是Boot Protection 保護磁點跟開局區 這是一個保護作用 可是它對於文件的狀況呢 你只能我們還原之後 有一個保護期間 好,那這個部分該怎麼配合呢? 其實它是與防護軟體去互補的 怎麼說呢? 當我已經知道有威脅 我可以在這段時間把文件給搶救回來 那這段時間其實有可能 我們的惡意程式還淺在我們系統裡面 所以有可能變成第二次感染 雖然我們有一個功能就是它可以暫停 就是只能用Read Only 不會被加密,不會去做修改 但是這個也是有限的 如果你沒有任何防護軟體 沒有任何防護套件的話 你沒有辦法把這個惡意程式給清除 雖然有些人會認為說 我可以利用我們一鍵還原 但是這個治標不治本 好,所以為什麼我們其實就是一個戶 為什麼我會提到是戶不合關係 好,那我舉個例子 在我們現在 我們美幣的防護軟體 它有一個所謂叫GTI的部分 GTI是什麼 它是一個Global的美幣的Lab 它透過很多的沙箱程式去收集 各種資訊 所以當你看我們現在已經中了一個位置的 勒索病毒 但這時候我們可以 不管是提交 如果有辦法找到的話 可以提交 或者是將這個情況已經回傳到我們的GTI 好,那這段期間呢 雖然是空腸期 但是我們很優秀的保護 在NUSHOO保護之下呢 我們還可以透過GTI部分 讓它呢 加快我們認識這個勒索病毒 在產生我們認識的病毒碼之後 就可以有效的把二億程式給阻擋 甚至清除 所以 總結來講 NUSHOO呢 它其實 就是可以跟我們的防護軟體做一個互補 而不是可以替代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們的角色問題 其實如果做到互補的話 你的保護會相當的完美 好 那其實這些資訊 在我們官網上面也有 那它也有一個詳細的回答 那我們這邊呢 是提出我們公司在我們 端點上面的一個觀念 以及我們看到的經驗 如果對於一些使用上的問題 或是一些有疑惑的部分 都可以透過你的聯絡方式來詢問我 那也歡迎到我們的Youtube訂閱 裡面都有很多的教學影片 那Facebook裡面也有很多的自然新聞 那 今天我們NUSHOO第12季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